所以在《华言经》里面也告诉说 当地的菩萨因为往往 那么我们讲说 会比较停住在他自己原来的这个修行上面 那这时候佛就会以什么 不同的身来告诉他 甚至也告诉这些大菩萨说 你不可以忘失你原来所发的菩提心 现在虽然你已经成就 但众生还在苦 所以说要从悲心上面怎么样去增长 然后第二 你已经证得诸法是空极的 所以说既然诸法是空极 你也不可以著作在你现在的成就上面 那么应该怎么样进一步 所以说像这个都叫做 佛菩萨在我们修行过后 一段的努力以后 他会有不同的我们讲种种的形式 也不一定是人生什么生 就是很可能他会呈现出山风 风吹水动什么种种的一切 乃至于是你所碰到的四十五五 其实对我们真正生命有所力量 有所研习有所修行的 这些都叫做你的善知识 都是佛菩萨不同的化身 这样明白吗 否则你心里只是想说有一个身 那你知道佛的身长得怎么样吗 他说不定像外星人一样 一出现在你眼前你还被吓跑了 他越靠近你你跑得越远 因为佛身本来就无相 那你偏偏要把他当作说是像人一样 像人一样 不要说是我们讲佛菩萨 就是连天人你都不知道他长得像是什么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证 去想说哎呀天人很美啊 你看过吗 所以说像这些 你都要知道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 佛法告诉我们诸法延起空极 所以说不应该掉在像上 不着像 所以说处处才是怎么样 真正的实相 所以说为什么法法能够延通 而且一法通法法就通 那你说世间的邪问多少啊 哪里邪得完 怎么可能一法通就法法通 而且世间的邪问要去一直 对机器学习有没有 永远学不完 但是佛法为什么说 叫我们专注一法 然后一法通以后法法就通 他到底是讲什么 如果你落在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实法可去修学 那绝对不可能 听到吗 你是要必须要了解说 哪怕是一法或者万法 它是不是都叫做延起 是不是都是适应这个延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界上就在地球上 不管它人口有多少 不管它是 我们讲说是水占多少 土地占多少 是不是都有一个叫做地心引力 在影响着我们这些所有的一切 这样明白了没有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是不是仍然受地心引力影响 你知道有地心引力 它也是影响 你不知道还是这样 以前的牛顿 那个苹果惹的祸 把它扎在头上 所以它就开悟了 就是知道有地心引力 然后我们以前的老祖宗 都没有苹果扎在脑袋 或者扎了一堆 只是长了泡 那么它也没有误 所以它不知道地心引力 它不照样活 是不是 有没有远离这个地心引力 这个定力 没有 这样明白我们讲 是不是都一样 所以有一个什么 叫定力 那么佛法也告诉我们 世间人的颠倒 都万认这些是石油的 但是所有的一些法 你现在去思维看看 现在我们的知识已经有了 你说你这个身体是你的吗 你现在从医学角度来讲 我们里面的细胞 是每分每秒都是几亿个在什么 在生生死死 是不是 那你说哪一个是你 当你想到是你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你 是不是 里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的变化了 对不对 这个身 是没有一个实际的身 可是我们都妄认有一个实际的身 好 例如说你们看到这个录音笔 好硬 好坚强 是不是 大家看 应该是 要等到烧掉它或毁掉它才毁 这就不是佛法的空 佛法的空就告诉你 纵然录音笔 呈现得出来的是 我们讲说哪怕是金钢 或者什么的钢铁 那么多硬多怎样 它是不是也是当下就是空 你要知道 没有一个东西 是永远不变的 包括 所有的物理的东西 是不是也都是分分秒秒在变化 里面的电子 终止什么 是不是都在变化 只是我们没有这个眼睛去看到 如果你看到的话 是不是 不是等待它全部没有以后才叫空 从佛法的定义来讲 它当下现在的有 我们趁着加油 为什么 因为它是分分秒秒都已经不同了 哪里有一个真正的不变的像呢 知道明白吗 所以我们说它叫做什么 空 这个空不是断面 不是虚无 我不要去解释 因为中国人把空就认为什么 什么都没有就是空 这不是佛法的解释 佛法的解释告诉你说 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身体 甚至于念头 包括三合大地 所有总统的一切 是不是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那每一个因缘是不是分分秒秒都在改变 那么有没有永远不变的那个体相在 没有 所以我们说它叫空 这样明白吗 可是这个空又不是断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空存在于哪里 存在于这些假象 你才知道有空 明白吗 这个万有永远定律 是因为我们地球有这个面积 还有地球的存在 听懂吗 所以它才形成了那个所谓的空 这个定律 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也不可以离开这个地球 别有一个所谓的万有永远定律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佛法的空 当下就是在万法之中 明白吗 那万法的空 实相是空 可是空的当下就是有这些稀幻的加油 这个就叫空有不二 那是不是通一个法 是不是所有的万法都是一样 过去的是如此 未来的也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是不是 然后一个法是如此 所有千万的法 是不是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就叫一法通万法通 听懂吗 而且连这个一法都不可得 才叫做相应到 所谓的主法延起空 或者叫做无我 所以这个无我 不要又回观到我们说有一个我 佛法的这个我 就是用这个我的定义 我的定义是绝对是独一性 是不是 我们讲说我的定义 名词的这个定义 我们去注解它的话 我是不是独一性 如果我讲我 就不是你 听懂吗 是不是有它的独一性 好 这个我是不是有它的主宰性 如果你是我 我不是说你 我们就说这个我字 听懂吗 你说要说话 要看 要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 纵然说我们实际上 不可能达到水心水益 但是我想这样有何不可 听懂吗 起码你的我有这样的一个 什么自主的潜力 然后这个我 还有它的存在性 是不是 你认为有一个我 一定有它的真实的存在 但是我们讲说 从佛法讲 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 没有 它只是暂时的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怎么样 带改变 所以不是永恒的 那么从我的定义里面 既然叫做我 它就是永恒 如果常常都变变变变变 那是叫复兴汉 是不是 是不是 常常就是都改变改变 所以说绝对不叫做 此情永久远 听到吗 但是我们讲说 这叫做众生的遗迟 什么此情永久远 没有这回事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变的 包括我们的内心的想法 还有你以为 这个变叫做复兴汉吗 不变才可悲 是不是 为什么不变才可悲 你如果是相睡小孩 你现在还是三岁 你妈妈哭死了 他养你几十年 你都还这样 是不是 然后如果 你说 你自己跟你的爱人 或者什么 他如果不改变 那你也惨 听到吗 应该怎么样 变不是建议失迁 听到吗 不是看到那个好去追 而是怎么样 你知道说 所有的阴影 都是这样撒那撒那改变 所以说 多么难得啊 多么稀有啊 听到吗 而且他永远不可再复制 他每一个撒那都是唯一耶 所以你该不该珍惜 所有生命的每一个撒那 然后这个每个一年 你不管说是五百年 一千年节来的 是不是 你只是心里想说 百年好合 此情怎么样 永久耶 那就痴心妄想 你应该怎么样 真正的真心 真心是什么 随着我们自己的阴言 随着种种的不同 我们去善观他 听到吗 然后去随着他 然后来修正自己 原来的固执 见解 然后种种的一切 然后慢慢的就是改进自己 然后跟什么 我们讲说 原来是自己一个 很随性 然后变成两个 就怎么样 唇跟舌头都还有 他有时候都会咬到 那么这个磨合一定免不了 但是磨合的前提 是你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我 去除掉 然后以真正感恩 珍惜的心 来珍惜我们每一个人 共同相处的这个阴言 因为不是所谓的百年 是刹那刹那 他都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听懂吗 你应该珍惜的是这样 每一个阴言你都去珍惜 每一个对方给你的一切 每一个对方给你的一切 你都应该珍惜 所以常常我们讲说 珍惜的原因 我们感恩 听到吗 感谢你 感谢你所做的 感谢你怎样的一切 所以你的生命 因为自己内在 能够相应到佛法的乌我 所以说你就没有一个自己的 自我的这个本位 听懂吗 那你就可以常常修正 所有在阴言不同的时候的状况 然后没有活在过去的 自己的认知里面 那然后可以配合 现在的种种的一些改变 这就是以时寂静 听懂吗 这就是真实的佛法 佛法里面 我们讲说有智慧观照 你没有自己存在我这些 言有的认知 然后相应到诸法的乌我 那乌我不要贪执在 有一个实际的东西 但是又珍惜着 这些撒那撒那的 这些阴言 那你说 是不是你都知道 既然都是如此的不失忆 那我们是每一个阴言 都应该去感恩 不是说最后 得到那个什么好的结果 或怎样 才觉得是成功 其实就是在你现在 因为念念都不注着在 言有的一切 这些我们讲说功利 或者是种种的 我们自己的见解 那么所以说你的生命 才能够怎么样 因为自己内心里面 没有自己的这种的我存在 你才更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放大 去含荣一切 你想我们这间教室就这样 因为它是不是有一个范线 所以它定多能够容纳这里 但是如果是一个空的无向的 是不是可以容纳很多 你再大的建筑物 说大到怎么样 仍然可以用数量去形容 但是我们所谓的无限无数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种空无的观念 听到吗 但是这个空无不是虚无 是不是 所以说希望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我们讲一法通法法通 为什么只是用 我们讲说二十五种言通 这是因为太多的没办法去预议症 说明 然后以二十五种的方式 大约是我们生命里面 每个人必须经历的 例如说二十五种言通里面 包括哪几个 首先我们就知道 我们人人是不是言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都记住吧 那这六根 每一个根都可以通到言通 那言通你不要把它当作神通 听到吗 不是说我眼睛 可以当作什么 手来用 或者是鼻子可以当作什么 当作口来吃 不是这个神通 听到吗 圆通是指没有这个什么 我们讲 着在那个所谓的根的石油上面 你都知道诸法是延起 当下没有石像 可是又有它的怎么样 一些假有的这些作用 这些假有 你能够去珍惜 然后去应用 合以所谓的无我的智慧 去应用的时候 那就可以产生现的力量 比如说佛法里面的智慧 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艳丽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 哎呀我以后那是不是我们都将来都什么都不要去做了 然后跟我们的 欲望有没有相同 欲望里面带着种种的什么追逐 听到吗 然后把所有的一切当作石油 所以你在这里面就不叫做智慧的应用 佛法所有的修行要以智慧为这个根源 只有智慧去观照一切 你的修行才不会颠倒 不会错误 所以说智慧观照的时候 智慧并不是空 那你会产生对于众生的苦难 你会生起一种慈悲心 但是对宗师的慈悲 宗师又不是一时刻意这种方法 帮助得完的 所以就要有什么 宏事 听到吗 打着试验 尽行受 而且生生世世 不舍一切众生 那就变成了佛菩萨的大艳丽 知道明白吗 所以艳丽慈悲 乃至于种种的方便善巧 都要从哪里出来 从智慧出来 知道明白吗 所以说希望大家 就是说 你看 我们常常觉得眼睛耳朵 发挥不出功能吧 但如何做 竟然我们讲说 眼睛耳朵鼻子什么 都可以产生种种不失意的 而且证得真正的 我们讲说 像佛一样这样子的 圆满 然后甚至于不失意的 这种种的力量 你看 这是指眼根的 听到吗 然后再来 眼耳鼻舌声音 对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佛法叫做沉 给它一个名称叫沉 或叫做静 听到吗 静界的静 那你说 这个眼睛对的 我们叫做射程 这个射不要把他当作男女的射 就是说形形色色 就是眼睛所见到的形形色色 耳朵所见到的我们叫做什么 深层 听到吗 那么连耳鼻呢 叫做文 很有趣 鼻子这个文跟耳朵的那个文 常常都搞在一起 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字呢 通用 所以说你就分不出是耳朵文还是鼻子文 那么英文大概就很清楚 那么我们讲的他很清楚不会搞混 有他的好处 可是我们通的话也有很有好处 听到吗 因为反而能够做到不着相 那么我们中文这个文字也很有趣 门中有耳 门中是什么 就是六根门头 听到吗 就是在耳朵看起来是耳朵 但是耳朵怎么样 不是指这个耳垂 或者说是构成耳朵的这些东西 而是指耳朵有他的什么 文性 嗯 还有耳朵自己组成的这个法 是不是也是炎起空 那鼻子看起来是肉身的 对不对 那么看起来形象不一样 像可以不一样 但是性是不一样 都是诸法所产生的 都是炎起 所以说 而且鼻子可以门 这个门就是 我们中文常常就只是用点一个 叫做香 但是其实香的背后要代表臭 听到吗 门就是有香跟臭 是不是 嗯 还有怎么样 例如中性 中性是 其实还是偏一边的 没有说中性的东西 其实不是偏一臭 就是香 然后呢 你说哪一个真正叫香 哪一个真正叫臭 你能够去定位吗 嗯 那个 那个乾隆 从这个真这个新疆 得到一个公主叫什么 香飞 听说她身体很飞 很香 那你说她那个香是什么香 可能是糊臭的香 女人有糊臭 那有些人偏偏就喜欢 她就认为她这个是香 是不是 那你说我们台湾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 我们有臭豆腐 有 哇 那个臭豆腐 说句老实话 嘖 聞起来的时候 没有人敢吃 嗯 真的是蛮臭 炸下去的时候 那香味就出来了 当然香味也是从我讲啦 很多的西方人一起 哇一炸更严重 哈哈 他们跑得更快 这什么怪味啊 啊 我们一闻到 哇 好 所以我们叫足臭之夫 哈哈哈 很臭 可是我们当着香 哦 那么 这里的 应该 哎 好像听说林波有些菜是不是 臭 很臭的是不是 哦 臭冬瓜 臭冬瓜 好 嘖 哪一天有机会 你们拿给我吃看看 哦 还有就是 我们讲说 东南亚有一种叫做榴莲 你们现在应该看过了 榴莲到现在都不准带上 地板 或者废机 为什么 哎 我们觉得很香 可是有些西方说 这什么怪味 你哪说 不允许 哦 那也是我倒是记得 十几二三十年前吧 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的同学 哎呀 我已经听到 在佛学院的时候 不知道叨叨多少年 说这个榴莲是怎么样 叫做白果之王 是怎样了不起 怎样好吃怎样 听得都摆在心里 好不容易终于后来台湾也可以出去外面 以前没有开放的时候不允许的 去了以后我还没有去打电话就 你们一定要替我找到榴莲 然后让我看看长得什么样子 哎呀 果然去到一下飞机看 跟我听得心里所呈现出来的那个 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照片什么在传 然后再打开来 哇 果然怎么样 我们只能形容这一箱满事 很奇异的 然后一尝 哇 真好吃 结果那同学说 法师你可以留在马来西亚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叫榴莲望法 那你说那个味道 一竟然有生在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学院 当我们一开榴莲的时候 他就从教室冲出去 出去的时候不是去抢榴莲 他是受不了那个榴莲的味道 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很多我们讲说佛法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讲他讲 色身香 味 听懂吗 味就是蛇的辨别 我们这个舌头真的是 有时候宠不得他 我最近来到这个香海禅士 城门大河上 拿他很多的很好的这个茶 来供养我 供得我这几天嘴都很刁了 我甚至于还会想说 我回到台湾去怎么办 真的没有吃过 还可以 听懂吗 反正不知道 不会去 一想 可是我是每天一定早上吃完饭 一定就习惯喝农茶 听懂吗 然后一天的精神就特别好 一直到晚上睡觉前都照灌 这个浓茶都是一大堆的 那么台湾喝惯了 然后慢慢这里 中国大陆的也接受了 甚至比台湾的还要好 那么台湾的本来就很不错 但是后来因为怎么样 台东人要的 尤其是你们中国大陆去 一下子就把我们散光 所有的好的都被散光 那然后市场还是要 结果就从越南那 从什么地方来 混在那里 我们现在喝的台湾茶变成什么 常常都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然后当然也没有这么好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 因为原来台湾的种的这些茶呢 品管蛮严的 所以说我们喝起来是蛮安心 否则茶叶里面 如果说是农药什么喷洒 你没有真正管理好的话 你说我们天天这样喝 最后我跟你讲 我原集以后我只要入缸 然后三年以后出来我就怎样 要肉身不坏 为什么 里面所有的灯海都已经 已经被这些农药 已经全部毒死了 所以说变成不敢喝 然后来到这里 哇这里的茶一进步真快 说句要实话 那么十几个事情来的话 这个所有的茶都好像觉得 真的没有 现在真的是好多 很好的茶 然后前两天我还喝 百年的民国 那这是什么 这个茶 还有就是百年老树栽的这个茶 哇他们供养我 我一听就是泡给我喝 我一听 那个已经在市价炒到多高 百年的那个茶叶 是比黄金还要贵 论客的 我喝一口就简直我在喝黄金 我都是怕我自己消化不了 所以说 你看这个胃是不是很怪 然后宠得宠不得 有时候就要用佛法去观照 听到吗 那么自己要告诉自己 虽然说人家现在供养我 然后让我喝到这么好的地方 东西 那么自己不可以贪主 不可以贪念 主法还是延起空的 我们不必去强求 但是也不可以 会把这个东西摆在脑海里面 然后让它变成 变成一种障碍 听到吗 以后每吃茶以后 就会变成 哪时候在香海才是喝到百年的 喝的时候 它味道怎样 那就变成障碍了 就叫做 就不要说我见 所以说不可以 佛法就告诉我们 再好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它叫做延起 听到吗 那没有永远的存在 那并不是要你逃避它 并不是说 邪佛以后什么都空掉 什么都没有 如果这样 那人家说 那何必邪佛 听到吗 邪成这样子 连做人的意味道都没有了 所以有的人讲因果 说人如果将来吃牛肉 杀牛就会变牛给人家杀 然后你吃什么 都会变什么给人家杀 那我会想说好 那我呢 从此以后我都去杀人或者吃人肉 听懂吗 因为起码下辈子我还做人 他到时候是怎么报 听到吗 只要做人就好 是不是 所以用这样解释因果就糟糕了 不是这样的 然后佛法告诉你们 我说要空 那什么都空掉怎么办 空掉了 空不了啊 懂吗 回去还是你有一个家 还是你种种一切啊 所以佛法的空不是这样解释 一定要正确的来了解 所以说希望大家先从我们讲说 为什么耳根法门可以就近间歇上 我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说明 所有的一切包括从耳根 怎么样 到所有的根 我们讲一二鼻舌身一 听懂吗 舌身香味处法 处就是身体的处 处就感觉柔啊润啊 或者色啊 或者色也是 我们身体的也叫色 但是很有趣 口味我们也叫做色 有没有 那么甚至粗也都是 所以我们中国的行动词有时候 很多地方都通的 但是你有时候不知道它是 在讲的是 身的这种感觉 还是口的这种感觉 或者质感的摸 有没有摸到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好粗喔 这个东西好色喔 这是触节 对不对 这就是身 身就是触 然后心就是什么 黏的东西就叫法 心的东西想到的是 无形无相 所以无形无相 看起来无形无相 但是它仍然叫做法 所以这个法是通的 有心无心的 所有的一切 我们佛教给它一个名称叫法 那这个 就是说 言包括心 言包括你所言的那种 成绩 都可以成为言通 然后甚至于呢 所有的认知 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见识 都可以叫做什么 言通 比如说 眼睛一看到你 马上就知道是人 是男 是你 是鬼 是不是 那你说这个认知 我们常常说掉落在之间 刚才我还在讲 这词 我现在就会发现 很多词 我现在就会发现 我现在就会发现 那张词 我现在就会发现 感谢观看